Majin Go! Pyonda On! Let's Unbox! 我是Dokho 今天跟大家爆箱的就是 超高的娜娜 Majin Ga Seto Dynamic Kasek Anime Kalabazo 超合金雲 又是鐵甲萬能俠出場的時間 其實超合金雲在過往幾十年的日子裡 出過的鐵甲萬能俠的款式真的多不勝數 有原作版、漫畫版、劇場版、外傳 出過實在太多了 但這次的Anime Color Version究竟有什麼分別 我都很有興趣想知道 馬上先跟大家開啟它 好 空來 空見 暗闇 我知 我知 Super robot 冠 哇 哇 包裝不錯 那 心水清的朋友其實都會有一個疑問 阿都之前也是 那為什麼又會再出一次Dynamic Version 其實在去年17年,好像2月、3月都推出過一次 當時連惡魔人一起推出,這是一個動畫版 它會像7多年的動畫版的身形 即是沒有修飾過,不會變得更漂亮,不會變得更壯 會跟動畫版的很高、很瘦、沒有什麼立體感的造型 原汁原味,這次的分別就是在顏色上的分別 先開個實物給大家看看 這個超合金雲必須備有的就是一個很精美的地台 有些說明書就不看的 很多武器,還有一雙翼、一個Iron Cutter OK,這些就後話了,先玩本體 好重手,因為我也有一段日子沒有玩超合金雲 我對上一隻買的已經是蜘蛛俠那隻機下人 即是Leon Parundor 之後都很久沒買過這個合金雲系列了 OK,哇,很得重的 這拳頭呢,這樣也是一盒金,相當之戰鬥 好,先把拳頭伸上去 OK,哇,好正喔 因為其實這個叫anime version 最大跟上年推出的分別就是顏色 你可以看到 它所有的肚子、大腿、手臂 換了一種灰灰藍藍的顏色 之前推出的就是銀色 所以這次就會更加貼近動畫裡面的顏色 完全重現 我自己挺喜歡的顏色,挺漂亮的 順帶一提,很多朋友在看影片的朋友都會發現很不順眼 中間沒有了朋友號 阿刀也找了一陣子 配件裡面也不見有朋友號 還擔心是不是收到次貨 但原來看一看說明書才發現朋友號連那些拍子 全部都收起了這個地帶裡面 都挺多配件 看到它有一個像榮褲一樣的拍子 其實就是給它裝飛彈 給它胸口有飛彈發射的模式 另外最特別是眼睛 它還沒啟動的時候眼睛是灰了 另外它有一個Doridu Misaidu 飛彈發射的手教 怎麼玩呢? 你把它拍下去吧 把原本的手教換走了 然後你換了Misaidu 即是飛彈的手 你就可以揭起它 Doridu Misaidu 這套戲裡面 都一樣會 由這個這樣的情景出現 盡量滿足大家對原作的愛 亦相當多些臨嬸會見 爛得 Scout 另外這就是 鐵甲萬能俠 hydrogen gala 一個靈魂所在 就是這個Pionda 就是朋友號 它會有展開 翅膀形態和摺上一雙翼 去燈到 這個 鐵甲脈盒頭上的 一個造型 麻子 GO! Pionda 安關 嘩? 嘩? 厲害 我正在找到 它其實沒有滴位 或者卡位卡住朋友號 原來它底下 有一塊磁石 你放上去就會 自動卡賊地 吸住了裡面 很棒 因為其實舊版那一隻 上年那一隻我沒有玩過 一玩就玩這隻 動畫版卡拉Version 我覺得 嘩 好像大香李出醒一樣 我覺得很棒 其實真的 有很多年沒有玩過 這盒金雲的玩具 現在一玩就發覺 嘩 進化了不少 厲害厲害 還放在地台那裡 嘩 相當之型 爆炸 好了 先玩一些大配件 這盒裡面 包括Iron Cutter的手型 最重要的是 Jetto Scrander 這個鐵甲馬俠的飛翅 嘩 厲害 我看到很多紅色 一條條的 究竟是什麼 加科 開來看看 好 拍一聲就搞定了 它就有兩個腰環 這個呢 就是一個展開 就會讓你 加上這條鐵通 我扮回鐵甲馬俠 肚氣裡面 它一喊這個 Scrander Wing 然後呢 它就會在那個基地 就會新這塊鐵臂出來 它就會飛出去 這個就會 將氣裡面的 情境 就完全重現 如果大家有看過鐵甲馬俠 就會知道 這個橙色的 鋼筋 是多麼重要 另外呢 還有一個環 這個環不用多介紹 就是讓你套進 Mazin Gazzetto 那個腰 那裡 這個就是一個固定 飛翅的一個 拍屎 來的 另外剛才呢 不好意思 原來裝漏了一些東西 剛才說過很多一條條的東西 其實就是拍在翅上 那裡有很多的孔位 你就可以塞上去 那這套氣裡面 其實看到藍色這個部分 其實就可以放一些 飛鏢暗氣出來 也是鐵甲馬俠 其中一樣的必殺武器 那這雙翅很有印象 我最記得有一集 就是這個地獄博士 Dr.Hell 就知道鐵甲馬俠的弱點 就是不會飛 所以那一集 他就弄了一堆 會飛的機械手 去針對鐵甲馬俠去打 又見及此 他就是 江之力研究所 那些博士們 就在夜 弄了這隻 Scrumbar Wing 出來給鐵甲馬俠用 當然那一集 就開了外掛 超厲害 原來他有分兩種 奇怪為什麼這麼多條 原來 他有一條 就是沒有開到那些孔的 另外一個就是開了那些孔 就會讓大家去選擇 那這個未開孔 當然就是 不是一個發射的形態 那這個 開了孔 就是剛剛所說的 就是放暗氣的形態出來的 嘩 要不要這麼仔細啊 嘩 好正啊 OK 全部好了 我也很奇怪 為什麼他要靈寫這隻翼 要分四條邊出來呢 那現在就明白了 因為其實他給大家選擇 究竟你想開了那個機關口 還是不開的機關口呢 所以 如果你喜歡開 或者喜歡不開 就可以選擇 拍這個 膠片下去 都說喜歡開了 開了就有些 特色 好像很多機關 好正 好 那玩完地台 嘩 地台都很多洞洞 好 好 有很多的 你可以把它撕出來 那你就看到很多筍位 那可以呢 以我都所說 你先把這條鐵通 哦 那你呢 那你呢 可以裝一些玩具譜 即是在日本呢 你看到那些玩具譜 都是這樣整套 這樣擺在那裡 嘩 好美觀 好正啊 那另外 後面呢 他也有一個小洞 那其實呢 你就可以 再加一個stand給他 那你就可以 啊 有個圈 那你就可以 不過這些其實都不用教的 大家玩開玩具都知道的 那有個stand 那你可以 刺激鐵甲盲盒 就不怕他掉落地 哇 掉落地很心痛 大哥 好了 這個呢 這麼漂亮的展示形態就搞定了 不過呢 算了 都麻煩 貪心 我想呢 裝了一對 對 鋁甲盲盒 那我才可以叫做 完全玩完這隻 那大家看到背部 其實有很多洞洞 那我從來以為呢 是要 即是我想著 怎樣叫這個鐵片出來 那原來是不用的 你硬下去呢 這裡就會自己 進去 OK 鋁甲盲 上 好了 不過呢 好像怪怪的 因為呢 這雙翼呢 現在就是一個滑翔模式 那現在套內 鐵甲盲盒呢 你就要 反轉它 Sukuranda Kurosuse Dokimu Oh yeah 嘩 好帥 好帥 哇 神經病 你知道在我玩嗎 在水莫一郎的歌 鐵甲盒的歌 不斷在我腦上響 哇 超級開心 那 嘩 好帥 看看大家追求的東西是怎樣 有些人就覺得 嘩 這隻東西就 好醜 好瘦 那我也覺得 好原汁原味 好是 我們小時候看鐵甲盲盒動畫 那些 感覺 我對鐵甲盲盒的印象 就是這個款 來的 其實我也是 後期看一些DVD 劇場版 那些 第一印象就是 這個造型的鐵甲盲盒 那你之後的人怎樣把它改得漂亮一點 身形做得大隻一點 瘦一點 那些是好奇的東西來的 那我自己呢 就喜歡一些原汁原味的東西 那大家看開我們爆箱兄弟的影片都知道 那都一向都喜歡 超和拉打 超和動畫 那些東西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就另有一番風味的 那新的當然漂亮 那我其實舊的東西呢 都不是差的 那我就覺得 哇 這個動畫Version的萬能俠呢 正啊 今天的爆箱指數 8分 那 那主要的分數呢 就因人而異的 要看大家對自己的追求是什麼 那我都自己呢 剛才都很沉氣說過很多次 我自己就很喜歡一些超和的特攝啊 超和的動畫啊 超和的漫畫啊 等等的 那所以這隻東西呢 無論那個顏色 或者身形比例 各樣東西呢 我覺得都是幾特別的 因為可能各位 儲開這個合金雲的朋友呢 都見慣這些 就是 之後 經過一些設計師 重新再整理過一些造型啊 比例啊 變成很大隻啊 或者很瘦啊 怎樣的 那這隻呢 就真的很重現動畫那些 或者是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立體的 整塊板 那些東西呢 那我覺得真是 幾特別 幾個人的 我自己 很中到阿刀 那個 那個 心魔啊 我覺得真的很正的 那另外一件事 可能大家覺得沒有什麼大不了 但因為我自己 真的太久沒有玩過 合金雲 那還有呢 大家看過我以往的影片都知道 我整天都做不到的東西 那我最喜歡就是這個地台啊 一下子揭起它 嘩嘩 那就可以把那些配件 很安全的 神不知鬼不覺 就收了在下面 相當之正豆 那最後呢 嘩 把機械人放在地台那裡 那如果大家呢 有買之前出的鐵甲盲盒 的合金雲呢 那不妨呢 都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去比較 就知道阿刀呢 為什麼這隻東西 那個造型上面 是這麼特別的了 那還有呢 如果大家呢 之前呢 有沒有買過 這一隻 Dynamic Classic 的鐵甲盲盒 都好 那如果呢 你之後再買這隻 都好呢 嘗試可以找回 這個惡魔魂 跟它放在一起 那其實官方 都建議大家 放在一起玩的 那阿刀呢 之後都會 盡我辦法 找回一隻惡魔人 回來的 因為這隻鐵甲盲盒 實在太漂亮了 一定要找回伴侶 去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那裡 如果大家呢 喜歡今集影片的話呢 希望你可以like 和share 還有記住訂閱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